等待他开机 开机之后啊 他会知道 显示这个 全部直回源点 点一下 机器在动 数据在动 这是控制主轴的 这是控制速度的 这是插油盘 烤油盘用的 烤程序用的 这是紧急停止 这是编程区 这是我们能用到的 好 做完演点之后 他会提示你 然后这个 做完演点成功的标志 然后我们打到联系上 可以 锁动 工作机器运行 好这个机器我们已经定完演点了 我们可以直接烤程序 插入U盘 插入U盘 USB 然后 NC 然后 这有一个USB FIRE 第二个USB 好 我们找到我们需要的程序 好 找到之后啊 直接加载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拷贝到本地 加载之后 我们可以看这个画面 可以看程序 然后打到自动上 就可以启动了 当然我这个是中文的机器 没有英文的系统啊 所以说他只能空运行 一会儿我打到中文上 切割以后 一看